你有发现吗?现在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有路跑活动 而今天在高雄也有一场非常特别的路跑赛 参加的呢居然都是穿着袈裟跟修女服的和尚 比丘尼还有牧师跟修女 原来他们是为了要纪念已经过世的善国书记主教 而天主教跟佛教现在是首度的吸手来路跑 其实今天的高雄清晨啊这个低温就只有12度而已 所以赛前呢还有比丘尼跟修女他们还有互相拥抱取暖的有趣画面